大家好 在今天仍然是西南季風的影響 北部地區天氣晴朗 中部以南都有局部性的陣雨 但這天氣狀況來說 到了明天開始要轉變了 因為西南季風帶進來的水氣的量來說 已經開始在逐漸的減少 我們就來看一下 今天的一些觀測資料了 第一個先看到北部地區的溫度高 因為最主要在西南風的影響之下 今天的新北板橋的溫度 到達了35.9度的高溫 台北市區也有在35度 所以這熱熱的風吹了進來 到了林口台地下沉增溫 使得在整個北台灣地區 溫度狀況來說都偏高 但是這濕的空氣 暖的空氣 吹了進來 進入到了中南部的地區的時候 就會注意到 尤其在南高坪的朋友 斷斷續續的降雨 昨天晚上有一些 早上的時候的降雨減少 下午以後又開始有午後震雨 這幾天南台灣都是這樣子 滴滴答答的天氣 好處是高溫的部分略降 缺點是濕濕的感覺 衣服曬得都不會乾 今天的南台灣地區也有雨 加以南有 但你注意這雨量的部分 沒有前兩天多了 今天的雨的狀況來說 雖然斷斷續續的下 但下雨的狀況減少了 可是東台灣地區跟北台灣 可都是屬於天空中有雲 但是屬於一個晴朗的天氣 溫度型態來說 在北台灣偏高 中南部地區舒適 但雨的部分最多的地方 今天的下午的時候 熱力作用產生降雨的狀況 在南投跟台中 還有現在包含苗栗的地區 所以在南投山區的雨量 在仁愛鄉這裡 有到達90毫米的降雨 目前的觀測資料 在現在這個時候的話 是仁愛鄉的雨量比較多 明天的天氣形態來說 南部地區要逐漸的 雨後轉為多雲了 北部地區一樣是高溫 而且炎熱的天氣 後天開始 太平洋高壓勢力 開始逐漸的伸展過來 我們開始要回到 一個炎熱的天氣了 真正的夏天 從禮拜四的時候 就開始正式的到來了 山區還是有點 午後震雨 降雨的狀況來說 仍然在下午以後 在這禮拜四 禮拜五 山區會有局部的 出現 我們先來看一下 現在這個時候的雷達了 雷達上面呈現的就是 目前在台中 包含南投這邊 有一些對流雲層 正在逐漸的消散當中 在這個雲層 已經逐漸進到苗栗了 所以苗栗的朋友 在山區的部分 就會感覺到 有些零星的鎮雨出現 南台灣地區 外海還是有一些 對流雲層在進入 目前在高雄 在屏東這邊 都有些零星的降雨 雨的部分並不大 北方這裡是封面雲帶的雲層 這邊的雲層 是會從台灣的 北方海面通過 對於北部來說 是沒有什麼影響 看到雷達上面呈現的 就是現在的水汽的移動方向 再來我們就看到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面先來注意到 封面雲帶的位置 目前是從日本的琉球群島 到了台灣北方的東海 一直延伸到大陸 而我們在封面前緣的關係 整個風場吹著是 偏著西南風進來 季風的水氣 仍然會帶領台灣的陸地 今天晚上的時候 仍然有些水氣進來 在南台灣地區 會因為地形的關係 再加上晚上 海陸風的效應 又會有些符合作用 在南高坪三個地方 但江雨的量並不多 從地面圖上 我們可以注意到 支流封面現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主要台灣北方海面 北方有個微弱的高壓 它正在逐漸的東移當中 而在我們台灣的東南方這邊 也是個高壓 這裡是整個太平洋高壓 延伸過來的高壓系統 目前這邊高壓系統來說 正在逐漸的往西的方向伸展 也就是說明天的時候 這個支流封面就會再往北的方向 再抬升上去 整個水氣的分布發展 今天的水氣 還是有些西南季風帶進來 明天開始水氣發展 會漸漸的往大陸的方向再移動 你可以注意 整個雲汐的發展 已經開始逐漸往大陸方向再上去了 所以再來明天的時候 整個水氣從週三以後開始 漸漸往大陸走之後 我們台灣上空的水氣量來說 就會隨著高壓的勢力往西伸展 所以天氣狀況來說開始輕了 目前在關島這裡有個小低壓 現在的觀測資料看起來 這個低壓並沒有太大的發展機會 我們來給大家看幾個時間點 一個 我們來看禮拜四 7月1號 禮拜四的時候 整個封面已經到達了 長江流域的位置 而在我們台灣上空 就因為太平洋高壓勢力 整個伸展過來 開始到一個高溫而炎熱的天氣 從禮拜四開始 禮拜五 禮拜六開始 只有山區一點點午後這一 接著到了7月6號 下個禮拜二的時候 太平洋高壓勢力略微的減弱 所以在下週二以後 我們的山區的部分的 午後真雨的狀況來說 才會略微的爭奪 但北方的封面可以看到 已經到達了長江以北的位置 這就告訴大家說 太平洋高壓勢力 在這整個7月的時候 將要逐漸的主導我們台灣上空的 天氣狀況了 從動態的雲圖上 我們也可以注意到 天氣狀況來說 在明天的時候 水氣逐漸往大陸的方向移動 我們的江雨狀況來說 就會逐漸的減少 南部的確朋友期待的陽光 也會從在明天開始 逐漸的出現了 我們來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溫度型態來說舒適 明天的北部地區 一樣是一個炎熱的天氣 多喝水 小心別中暑了 中部地區仍然有點降雨 偏向於中午以後的山區部分 南部地區短暫雨後 到下午以後轉為多雲直線的 陽光要開始出現 東台灣地區一樣是天氣晴 而到了外島地區的話 有短暫雨主要在馬祖到金門 未來一個禮拜的天氣狀況來說 天氣逐漸好轉 到了週休假期 山區的Sapach會略微的增多一些 因為高壓勢力到了週日 下週二以後開始會減弱 而外島地區都是天氣晴朗 小滴您給您一個提醒 特別注意在於說 悶熱的天氣記得要多喝水 而雨區行車在南部 要特別注意安全